你好,我是杨帆,我是那个不爱说话的杨帆 其实我认为啊,就是这么大肆的宣传,什么不要乱扔垃圾 还有就是自媒体主播啊,说老是宣传这种不要乱扔垃圾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耻的事情 对于整个中国人来讲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 这是作为一个人啊,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竟然还需要来各种宣传,这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吗 这个之前那个视频里面有人怀疑,有人竟然质疑 我说的东西是假的 好,我今天到现场来了,给你们拍一下这个真实的情况 看见了吗?竟然有人质疑这是假的 今天啊,这可能他人不在这个地方 因为不是周末,也不是下午下班 如果是周末下午下班的话 他们就有人在这地方盯着呢 就是来人就把他赶走了 还有人说啊,这个景区里面要设置更多的垃圾桶 让大家方便去扔垃圾 但其实这个根本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这个扔垃圾的问题 不是说垃圾桶的数量或是怎么样 这纯纯的是相关这个惩罚制度的问题 因为现在没有惩罚制度 乱扔垃圾的人得不到任何的乘处 你即使把垃圾桶设的再多 你们也会发现在垃圾桶附近 在垃圾桶的旁边一样会有乱扔垃圾的 还有一点 像我所在这个位置,它不是景区 它只是一个村头上一个比较美的一个地方 那这种地方难道说就应该要乱扔垃圾吗 不是这么回事啊 看见了吗 随处可见的垃圾 你看我这里展示的只是这么一小片 就这么一小片 看见了吗 在这个旁边就有一个垃圾池子 你就不往这个垃圾池子 就随便就扔了 这边也是我常来的一个地方 一样的 对于这部分垃圾垃圾的人啊 普通的处罚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像罚款 罚多了不合适 罚少了没什么用 尤其是像那些相对 家底子比较厚的那种人 你罚个几百 甚至几千 对于他来讲 丝毫没有作用 那这就需要其他的一些方式了 那有人说可能 建立什么这个征信系统 就是把这个乱人垃圾的进入征信 这个太极端了 完全没有必要这样 而且不利于社会良性发展 只会增加更多的仇恨 其实解决这个办法挺好 挺好解决的 只不过是要去看怎么样去执行了 罚款是肯定要罚的 就像这个交通罚款一样 那么对付这样乱人垃圾的人 其实有这样一个办法 如果发现乱人垃圾的话 由相关的人员 这个相关人员 我不知道应该是怎么样去安排 但是管理警区的人 管理这个这一片的 比如说社区什么的 他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先罚款 罚款是别人的 也不用多罚 两百五百 够恶心人的就行了 然后让这个人去捡 就在扔垃圾的当地去捡垃圾 就这么简单 捡垃圾有要求 比如说 如果是一条路的话 这一条路必须要捡够多少米 如果说是 不是那种路 是警区的话 就必须要捡够多少公斤 大概就是个 就是个意思 情节恶劣的 直接让捡三天起 必须要捡够三天 否则即交给其他部门处理 比如说像拘留 或是怎么样 一级一级的 不能说你一下子 就可以搞那么 搞那么太极端了 那个没有意义 只会拉仇恨 建立黑名单那种说法 说什么 只要发现扔垃圾 这个警区以后不让进 或者说是不让坐高铁 不让坐飞机 这没必要 犯什么错 就在什么错上惩罚 你扔垃圾 为什么让人不坐高铁呢 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这个道理 这胡整 这纯粹胡整 当然了 有人可能会说 这种方法 我这种方法 不可能把所有的人全部处罚 那当然了 交通处罚也是一样的 违章 每天违章的这么多 能有几个被抓住的 被抓住的还是 它只是那么一部分 但这个可以起到一个良好的效果 其实几乎上所有的处罚都是这样的 它处罚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环境 一个良好的制度 那么再来说一说 为什么我认为宣传不要宣传大家不要乱人垃圾 这是一个可耻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还需要宣传吗 就像你吃饭一样 你需要别人提醒吃饭吗 不需要吧 宣传的很多东西多了去了 这个不要闯红灯了 小的时候 尤其小学的时候 它是一个整体的 它是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东西 你光从教育 光从教育宣传 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因为一旦离开那个教育体系出来之后 进入社会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过红绿灯吧 行人过红绿灯 大家都在闯红灯 但就你自己不闯红灯 别人都会用异样的眼神去看你 很多人就会受不了这样的眼神 或是这样的感觉吧 然后就进入了这种 自己也进入了这种闯红灯 屡见不鲜 这样的例子 所以说教育 光教育 没有什么意义 它是一个 必须要教育 制度 惩罚 惩罚的这种方式 来共同 才能做到的一件事情 这种方式 我们下期再见